我在书店行业已经工作近五年了 之前在杭州发展的也还不错 这一次也是借着中书阁在东北三省开首家店面的机会 申请调回家乡 同时也是觉得长春在图书书店这个行业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因为对图书比较熟悉 就仿佛在大脑里面构建了一个数据库 往往是读者欢迎刚落 我就马上就说这个图书在什么方位 第几排 第几个格子 读者有的时候会感到好专业 从事做书店这个行业 可能跟家里以前开书店有关系 之前做过其他的工作 然后觉得因为生命毕竟是有限的 就是还是要寻找一生的一个意义吧 也是为了自己思想得到的滋润 书店里面的这个多元文化的存在 会使我这个思想会保持一个创通 不断的一个吸纳碰撞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 阅读会让我感到宁静 相比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些媒介所传达的信息 阅读带来的这种快乐更加深厚 我们希望通过像我们这样的书店 然后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生活当中 让人们更多的走进书店 能让更多的读者来感受到图书的魅力 感受阅读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